各位同学,现在我们想试试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图固定的固定 作为一个例子就是2x²加5x-3等于0 第一个方法叫做factor method,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方法 factor method,即是说我们要把它factorize 然后才去解决 你记不记得如何去factorize 这个呢? FORM3有时教过的,2x²可以设成2x乘x 然后-3可以怎样写呢? 可以设成3乘1 如果我们参加双乘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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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x 刚刚等于5x 就和中间这个一模一样了 所以可以factorize 成为2x-1乘乘乘3等于0 即是说呢 好,我们先缩绝一点 先用位置缩绝一点,然后就好了 即是说是2x-1等于0 或者是x加3等于0 即是说是x等于2分1 或者x等于-3 好了,各位同学,刚刚我们解决的方法就是用factor method 现在我们再重新写同一个equation 你记不记得做quadratic formula quadratic formula是这样的,x等于-b-square root b2x-4 a是2 c是-3 over2a sorry a是2 结果就是-5加-square root 25 这个是多少呢? 24加24 over4 咦,我又不够了 不如我先缩绝一点 好,放回来 即是说是-5加-25加24是49 即是7 加7-over4 那就是-3 或者是1分1 对吧 是的,1分1 好,这就来答案了